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58期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魔方推出的Bruce 蓝调致敬了变形金刚G1爵士的人物 其实我已经忘记 到底魔方我没有做过爵士 因为有时候魔方 小鼻弟的玩具 有时候我已经这两家的话了 我已经出道 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有点小混乱 感觉应该是没有吧 盒子很小 这个可能跟一个扑克牌的盒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风会很好看 非常动感 那玩具本身也是帅到吊渣 那我在看这个玩具的话 我是已经把它大部分的配件都给安装上去了 这一个动作我觉得是很帅气的 那没有用到的这个配件的话 我给各位大概简单讲述一下 还有一对握 握拳的手 握拳的手 这个我个人并不打算装上去这个 另外就是两张脸 这脸的话非常的小 其中有一张的话呢 跟默认的脸差不多都是紧闭的 另外一个则是怒吼 张嘴的一个表情 这个就不需要特别换了 然后人物卡 那依然是附上的 一样印的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直接来看玩具的大小好了 首先它的尺寸的话呢 跟他们自家比例的这个探长放在一起 感觉好像探长是不是小了一点 好 无所谓了 那么这个造型的话呢 我把它的亏喇叭 还有两侧的这个 也是小喇叭的一个配件给装上去 那么先前好像这个JS 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那个是35的一个编号 对吧 35 但我们这次是35A 那我的枪的话呢 是银色的一个涂装 然后这个腰部这个部件 345号的话好像是黑色的 那么它的这个亏喇叭的话 我不知道这样装对不对 因为它后面有个插孔 装上去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肩炮 那这个各位知道一下就行 有这些装置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因为呢我的话呢 我个人的习惯把这个破音了吧 我先把它拿下来 我个人的话呢 是比较喜欢把它的翅膀给收进去 这款的话呢 可以在有翅膀跟没翅膀 两者之间的做一个替换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样子 更加利落一点 虽然经典3.0的话呢 那款爵士很帅 而且是有翅膀 我甚至一段时间 我一直以为 爵士应该是后面有翅膀的 后来补局一动画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它是没有翅膀 这样看上去很干净 而且的话呢 你把这个翅膀收进去之后啊 对于这个空洞呢 还有多一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 那这个腰间的这个 也可以把它给拿下来 这个扣上去之后就非常的紧啊 扣的时候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它两侧的裙甲一旦 一旦贴合上去之后啊 要再把它翻出来是要花一点力气 因为很紧啊 因为这个裙甲是会干涉到侧踢的啊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它的一个肩炮 肩炮比较装的时候 稍微比较没那么顺手 因为它这个插槽啊 虽然你是黑对白 看上你很有优势 但其实它这个黑色比较短 你在扣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去滑掉啊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这个形态下呢 可能是最干净利落的 我喜欢它就是这个形象就可以了 那趁这个时候来看一下那个可动 首先它这个这块部件 跟身体没有得扣上去 所以比较容易变成头领战士 头就飞出去了啊 那它的因为它的一个脑袋 后面是一个球形关节的开口 所以它就是可以有一个往上面啊 往上面看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可动 各位可以想像这样 它往上看一样的 那这个手臂转动自然不再画下 三周零度的转动 二头肌也可以转动 手肘可以玩超过于90度啊 拳头的话当然是可以转动的啦 腰身也可以转动 有一个往前看 往前看的一个一个pose 这个家伙就是Jazz这个角色呢 在G1动画的话呢 就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物 当然到战争店也是一样啊 黑人的一个配音员 然后果然就死得比较快啊 以前黑人跟胖子都容易死啊 然后膝盖大概90度吧 然后又一个脚踝的一个接地 脚后跟的话是单独可以动的 我很喜欢把它弄成一个高跟鞋的一个形象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站立性的话呢 会更加的好一点 你就把它弄个高跟鞋的一个站立 尽可能的呢可以提供它更好一个接地的一个范围 整体来说人形很帅 而且它所有的配件呢 都达到了高度 致敬G1的异味 所以这一款的我的好评度呢是比较高 但是它有一个很很不好的一个点 就是它这款玩具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把玩的时候呢 觉得手疼啊 这是比较少见的 以魔方的玩具来说这个手疼是比较比较少见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款蓝调的变形过程 它的变形过程呢 如果单看说明书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们先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先把中间小臂的部分呢翻转 180度过去 拳头记得转回来啊 它这个提醒其实是有意义的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整个胸口往上面提上来 整个梗给翻上去 这个门的话呢可以两侧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呢它这里有一个小部件 那记得要把它给翻出来啊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先翻到一个差不多的位置就可以了 把两个轮胎给打开 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上面顶一下 顶一下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头啊能够翻到下方来 头的话呢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啊 我们稍微躲过一下这个板子 先收到下方来 再来的话呢门这个引擎盖上的这个有一条线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给推出来啊 推到上方之后把它给拉出来到上面 稍微合一下啊 整个车顶盖差不多就算是OK了 头的话呢请记得把它给翻回到啊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啊记得 再来肚子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个部件把它给按下去 再来怎么做呢 这个部件推上来 然后举起来之后旋转 这里有两个洞这个地方朝向我们 再来手的话呢顺势折下来之后 这里还能够再折下来 这一片一样按下来 没有办法完全密合 但是无所谓 只有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啊 翻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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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时候呢 这里就会有一个洞 这个洞就是要收纳我们这个头 这个头一样 记得 抵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肚子这个地方的话呢 稍微的往上面抬一下 那这个门的话呢 就不要妨碍到我们 这里 门的话不要妨碍到我们 你可以稍微 做出类似盖上都可以 那我们把这个头 给放到这个空间里头来 好 然后的话呢 怎么做呢 上方引擎盖下面 这些手啊 往上捏一捏 基本上就OK了啊 这个上半身就这么完事了 接下来下半身的话呢 稍稍有点复杂 但是也不是很难 先把这个地方 有一个结合的位点 把它给松开来 松开之后 我们先变这一个 它会分三个部件 内侧 前侧还有外侧 那外侧比较简单 这里有一块部件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你不翻出来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部件 轮胎推不到定位 所以你一定会记得翻出来的 那上面这个盖板比较简单 直接往上翻上去 这里反折就行了 比较麻烦的话呢 是内部这里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把它推上来之后 这里记得 这一块部件 把鞋尖反折 180度 然后呢 脚后跟 脚后跟 我不是说人形的时候 摆这样吗 这个时候你要反折 折上去 然后往内推 到这边就行了 接下来就怎么做呢 我们把它的内部 就是内部这一块部件 翻到内侧去 然后跟这个部件 做这个前后位置的一个对调 我的话呢 是直接用塑胶的韧性 给它压过去 就这样 这样就行了 这一侧的话呢 我们就先变到这一边 记得 记得这个形状 这个 坡度 是朝车顶的 那另外一侧的面性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了 这里 把它给撕开 然后 这个地方松开 上面这一块部件比较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部件 折下来之后 推到上方就可以了 那这一块呢 也比较简单 这里 一块小碎片 在这里 把它给 翻出来之后 往上面推上去 到这也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里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 这边 挨过来 然后呢 斜肩反转 脚后跟也反转 然后呢 推到这个位置来 其实它这个形状是有吻合的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形状 跟我这个形状其实是吻合的 变成我的形状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外两个 做一个对调 推上去 到这边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合 其实呢 它的这个 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 内侧这个部件 它其实有个凸 它要跟大腿内侧有个结合的 但是我觉得吧 不用特别去合 因为呢 最后如果match完成的话呢 它其实是会强行自动扣进去的 那我们把后面这个部件往斜上 上来之后 我们第一个要扣的呢 其实是后面的这个 这个地方 它其实上下咬合的 这个先下去 这个从后面这里咬上来 这样子才能够顺利的扣上 不然你如果是两侧同时互挤的话呢 它是绝对进不去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再折一下 看一下 前后分开 那这里的话呢 是组合出一个大型的白色的一个凸 它跟内部这里有一个卡槽 到这 我们由上 这个由上往下压下去啊 由上往下压下去 好 咬合进去了 门的话呢 侧边这里一样啊 它是有一个咬合的一个小卡扣的 把它给扣上去 那么呢 在整个变形过程当中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鞋尖 有没有反转180度 如果你没有反转180度的话呢 它的车子是绝对推不动的 我可以跟你说绝对推不动 因为那颗部件如果没有反转 这个底盘一定会碰到地 那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突兀 其实 它是完全不会干涉到的 可以看到 这个滚动性是非常优秀的 那这个就是它这款 Bloose蓝调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在这个车形态是 无疑是很帅气 很好看 配色也很舒服 然后它的这个挡风玻璃 这个是应该是透明部件吧 对 然后之前好像35的那个版本 好像是蓝色的一个涂装 那后面这个尾翼的话呢 是只能够推到底这样子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 好像是可以往前推一点 OK好吧 就这样子吧 更完美了 那车头灯啊什么涂装都是有的 车型稳定性是超赞的 塞得非常的扎实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它的配件量也很多 人形也是非常的帅气 车子也很好看 变形也是非常的有趣 而且特殊的材质的话呢 是完全耐得住把玩的啊 是一颗非常优秀的小比例玩具 个人非常非常推荐 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 这个爵士的话 这个Bloose的话呢 应该不会让你失望才对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记得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